微增電波呢顧名思義它還是電波了一種 最主要還是達成我們肌膚的一個緊緻的效果 因為它同時也有微增物理性破壞的原理 所以它同時呢也可以治療一些像是 痘疤或者是深層的斑 或者是毛孔粗大等等這樣相關的問題 都目前來證實都是有非常不錯的效果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潔力之時尚醫美者經外科診所的陳建榮醫師 今天呢讓我們來討論有關於微增電波相關的話題吧 微增電波呢顧名思義它就是微增加上電波 兩種技術合在一起 比起呢傳統單純的一個電波加熱的技術 多上了一些硬力性也就是我們的機械性的一些破壞 傳統的電波它加熱的方式是使用一個電容性的加熱 它會從大概皮膚的表層 到我們大概4A到5A左右的深度 所以呢它要使用一個疊加的方式 它可能疊加10次或20次以上的次數 使得這邊整個都獲得一個均勻的加熱 足夠的能量之後呢 達到一個緊緻拉提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樣的效果呢 相對的它因為比較廣範圍的均勻加熱 所以它的能量並不集中 所以比較難做到比較強力的一個拉提的效果 現在的一個微增電波的方式呢 大多是採取一個像是絕緣針的設計 會進入到我們的皮膚的表層 甚至進入到真皮層的一個層次 它就可以利用機械性的破壞的原理呢 附近我們膠原蛋白的增生 可以會有更多的功能 去改善更多病理性的一些傷害 所以它的能量呢 可以集中在針尖的方式 電流就是從針尖到針尖 集中式的一個放電 它就是一個雙極電波的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去調整 我們希望它加熱的一個深度 所以可以在特定的深度 得到比較好的一個緊緻 跟收縮的一個效果喔 微增電波呢 顧名思義它還是電波了一種 最主要還是達成我們肌膚的一個緊緻的效果 可以改善一些像是 皮膚的一些細紋啊 或者是頸紋 或者是皺紋這樣的狀況 但是呢 因為它同時也有微增 物理性破壞的原理 所以它同時呢 也可以治療一些像是 痘疤 或者是深層的斑 或者是毛孔粗大 等等這樣相關的問題 從目前來證實 都是有非常不錯的效果的 它痛感比較來自於 我們針刺進入皮膚的一個 針刺的感覺 但是現在由於我們整個科技跟技術的進步 現在的機器越來越新 那個針都越來越細越來越小 所以痛感都 很有顯著的一個改善跟減弱 那再加上在表面上敷一些麻藥 經過一段的時間之後呢 其實都可以很好的減低我們的痛感 大部分的病人在 比老皮膚麻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很順利的完成整個療程喔 這個就可以搭配我們一些像抽籍手術 或者其他的一些手術 來改善術後的一個皮膚鬆弛的狀況 這是我們非常常做的 甚至在臉上的 筋雕的部分之後 也會使用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皮膚緊緻的療程 現在還有一些探頭的進步呢 是可以在入我們出針放電的同時收針 它就可以把一些藥物整個導入到 我們那些出針造成的一些小真空裡面 所以這都是可以結合客人的選擇 他的皮膚的膚質 或者他需要的狀況 例如說我們可以導入一些 膠原蛋白增生劑啊 通膠酸啊 或者是傳明酸美白 等等這樣子的效果喔 也有很多研究的證實 其實像微增電波這樣的技術呢 不僅可以讓皮膚緊緻 甚至可以從根本去改善膚質 尤其是一些像敏感性的肌膚啊 跟酒招啊等等 在打完微增電波之後呢 都可以獲得顯著的改善 那這麼好的一個微增電波 是不是有缺點呢 有喔 它的缺點就是在於說 它基本上還是有微增 會刺激入我們的皮膚 所以相對性比起傳統的電波而言 它還是有比較長一點點的恢復器 其實這類的相關性的這些 比較有刺激性的醫美療程呢 我們都會建議呢 在比較刺激性 比較敏感性的時期的時候 例如說有長很嚴重的痘痘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傷口存在發炎的時候呢 我們會顯著呢 盡量建議這些客人 可以避免到這段時間 等整個狀況比較穩定 化合下來之後 再做相關的治療 效果也會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會產生其他的併發症喔 都會使用一個均勻的加熱的方式 去做的一個均勻的加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